的 質 Gesetzentwurf Yazan 挺突然的 因為我會覺得第一個 提名會是旅輩 平時人們是提名飛躍線的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是 因為他跟我說的時候 我都以為是 我猜是金燒大廈那個像 之後 主要都是那個 如果是的話都是飛躍 都不會是女配 所以他們跟我說是女配角的時候 我都很驚訝 譬如金燒接到那個金燒大廈 接到劇本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角色會這麼出名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只是收落 又做顛破了 所以接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點 糟了 被他們說中了 又做 還有 怎麼可以突破自己 這件事 我都覺得 都會考起我 今年我有空檔的時間 有時間過了法國那邊 去上一個短的Summer course 都是上演技 就是因為 我怕我又接下一套 我又不知道會不會是接這類型的角色 我怕 那些人就 他又是這樣做 我不想給人的感覺是沒有新意 你是被人typecast了 做這一類型的character 但是你做typecast的 你都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另外 我會想起 Johnny Depp 當然 這些是說巨星級 很厲害的大師級 你會覺得 他們每一次都可以令你 忘記他是 Johnny Depp 但是每一次你又很墮入 去愛上他每一個角色 Joaquin Felix有一個很厲害的人 你一個角色是看到別人心寒的 對 很感謝觀眾有這種感覺 因為其實我沒有想到有這樣的效果 因為他們其實都要感謝團隊 因為監製導演 燈光師 攝影 他們個個都拍得很好 他們很用心 我們的teamwork是很tight的 你會不會喜歡做巨婆 因為你在巨婆這條路 都自己殺出了一條血落 我一來就亂去角落 我也想不到 所以 我會希望如果有再接這類型的角色 都可以有另一種突破出來 而希望都會令到大家看這類型的角色 有另一種感覺